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acebook跟随人挺多的 但是我自己其他发文比较少 看资料少 Instagram上几乎没有怎么动 所以我们就从推特上讲 因为推特也蛮竞争的 所以大概在今天的上午 23号的美国东部时间的上午 大概9点多 当你去打进北京疫情的时候 你会看到几乎都是中国大陆来的东西 他去宣传北京现在有多好 所以应该讲说习近平有动作 或者说王沪宁有动作 他们意识到在国际范围内影响很大 同时在我眼睛里也认为应该北京真的出了大事 就是说习近平没有掌控到 这是这期节目 习近平失控了 就是他想往回找 他实在没有想到疫情是这样 这么个方式 这么个状况发生的 我再跟大家解释 我们从01到03的账号来 基本遇到麻烦 我会把所有节目都往上贴 所以大家会看起来 常看我节目的时候 会觉得稍微乱一点 我说涛哥 你怎么哪都有 这个节目 因为贴上去可不一定 他就发不出去 只要他被遏制 被黄标就不能发 一般就不能发 不能发的原因 就是他会把账号利用算法的方式 给你打没了 就在推特档案里 那当时马斯克释放出来 我们在节目中介绍了 他只要你背黄标了 他用他的算法 会把整个账号算没的 他是竖着走的 所以我们利用四五个 我们一共有七个账号 这样横着的方式来突破 因为有人说涛哥你为什么这么做 中国人麻烦 真的 很多人会很惨 这刚开始 刚刚开始 所以我在这给大家插一段 神医艺术团应该是从今天二十一号 应该从二十四和二十五号 在北美 在欧洲就开始演出了 主要是北美跟欧洲同步开始演出 就是圣诞节的时间 但是他在这个 我为什么在这插这段故事呢 结果在美国的美国西部 加州地带和美国东部的波士顿 特别对中国人 特别对中国人 他开辟了一个特别的窗口 一百块钱以下的票 那是一百美元 这说清楚 一百美元 一百美元以下的一个区域的票 在打30%的折扣 只卖中国人 只卖讲普通话的中国人 他的演出地方是在加州和博士顿 加州的城市就比较多了 包括LA啊 旧金山啊 他周边很多城市比较多 那美国东部就只有博士顿 那他因为是只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观众开放 一百块钱以下 打30%的折 我在我节目的下面呢 他会把那个information连上 就是他的information的部分里面 他有个电话 主要是那个电话 你透过任何其他的渠道 你都买不了这种特价的票 你只有透过这个电话 你用普通话 你说北京话 我说石头 我想买三张票 人一听 讲北京话行 普通话行 人就可以把票给你留下 所以这是对中国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 从来 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 我以为跟现在的中国 围绕中国人所出现的疫情 是完全相关的 在我个人的眼睛里 那神音音乐图团这么多年 16年 就我个人有相当熟悉的程度 我们不知道在我的节目中介绍过多少次 我个人也在 我个人也不知道看过多少场 反正那神音的本身是 我早跟大家解释过 病毒的本身在今天的中国环境中 它最大的问题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仰问题 中国人没有了信仰 出现了病毒 病毒却是以信仰 或者叫意识形态角度 在筛选的人 在攻击的人 筛选的人 攻击的人 所以这是真正好人得报 好人得好报 恶人得恶报的一个 一个划时代的故事 我们节目中讲了 我不知道讲了多少次 会出大事情 会出大事情 现在大事情到头了 所以这是一个交错的年代 能有这样现场看的机会 我相信不多 因为它的场次是有限的 对吧 它演出时间是有限的 而它的开放的只有这么局限性 佛家讲缘分 大家就随缘了 所以有机会看我节目的朋友 你如果愿意的话 在我节目下面的留言 置顶的留言当中 跟说明当中 会有它的联络地址 就跟大家介绍北京疫情了 这是我现在查到的 北京疫情 你会看到北京日报 北京日报的推特账号 半个小时之前推出来 说北京现在有多好 北京 这是计时的 我可以 这是计时的了 那下面呢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到了中午下午的书 相对有一些东西 还好 这个人45分钟之前 他扣的是余茂春的一个内容 那扣的余茂春 但是他就讲说 为什么去搜北京 和北京疫情全是色情的 或者什么都没有 快瘟疫死人了 还在害人 瘟神最喜欢中共人 全是女人 全是女人 你打北京疫情是这样 你打北京殡议馆 全是女人 这个我早跟大家介绍过 所以他是用了两个方式 用女人不灵了 用了女人不灵了 然后就改正面宣传 那下面这部分都是 就是这一个小时左右 人们跟进去的内容 你可以看到 这是北京日报 他是用了中共国的不同的新闻媒体 他们可能分了十段 比如说11点到12点 你们值班 12点到1点 再换一家值班 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占领推特 所以这是两个小时之前 我刚才看到那篇文章是 大概30多分钟 所以他讲的都是北京的 那这个 这个叫愿早日故地重游 这个就是宣传的了 就是一些假账号 一些特别账号 他就在讲北京好了 北京这么好 北京那么好 那这个不是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那他就转用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跟着不搭嘎了 还是北京日报 所以这是北京日报在值班 澳洲新闻的不是 明镜火拍也不是 这个都是旧的了 这个不是 这就中间这一段时间 就这么几分钟之间插进去 我跟大家演示呢 就是说习近平改变动作 北京日报四个小时之前发 这些就是中间还好 就说还好了 有插进去的 但是我们会看到非常典型的 非常典型的一些账号 我为了跟大家演示了 环球时报 在北京日报之前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去刊登它的一些 就是用它的角度去刊登的 北京日报 环球时报 论件 北京疫情控防 转的是新华网的 所以论件 这就是假 这是人家为他服务来的 刚才那个是 刚才那个是骂张文宏的 小可爱 北京九个小时之前直冲车 大家可以随便买菜 北京现在状况非常好 这小可爱就是发了很多东西啊 小可爱发了很多东西 这个是讲这个赵立坚扬了 赵立坚扬了 他媳妇呢跟这个 跟这个 去上别地弄药去了 泡泡 都都泡泡 北京 这也是 这是讲北京城的现在的状况 跟他的餐馆状况 跟他的餐馆状况 我们在另外一期节目中跟大家说 跟大家讲过了 小可爱又来了 那说有共享的药箱 他基本上是这么个故事 所以我跟大家演示这个意思 就是说 习近平忍受不了了 他知道出事了 对吧 但是呢 用这样的方式去掩盖北京疫情的状况 他不讲北京疫情有多糟糕 他讲说 他讲说 我们现在开始战胜疫情了 北京人开始恢复正常生活了 里面包括地铁 包括药箱的相互协助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买菜 人们配发菜 所以药箱的相互协助呢 就是赵立坚的太太跟这个 手抓据 那环球时报的胡边之间的互动 所以这是要掩盖北京的真实状况 那我自己的看法呢 就是有几点 一个 看来北京的疫情 完全超乎了习近平的想象 就是超乎了他当初的确定 所以在7号打开之后 到了17 8号开始大爆发 今天23号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而疫情并不是奥米克戎的表现的方式 那对于他来讲 他是一个就是措手不及嘛 专家学者教授全都出事 那他就应对不了了 那紧接着我们看到就是八宝山排队 对不对 八宝山排队知道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影响 而在国际的环境当中 就在昨天欧美地区各国纷纷要对中共国提出疫苗帮助 结果都被拒绝了 那所以习近平有自己的考虑 有自己的说法 那面到底死多少人 他到底有多大多么准确统计数据 这是一个问号 而他如何面对死人 这是另外一个问号 所以从里面有着一个说法 就是习近平故意让那些人死 那当这些人死去的时候 等到明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他是一个全新的中共国 在全新的习世王朝 因为那里面有一个东西在里面 在中共二十大 他的习近平的两个确立并没有入党章 然后他修改了线就是主管宪法的法律 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他要修改宪法 他在修改宪法当中 要把习近平的两个确立放到宪法上 习近平的两个确立进入了宪法 而没有进入党章 那他就促成了 我们当时节目中介绍 他会促成习世王朝高过中共政权 习世王朝高过中共政权 那他最惹不起的 他最不喜欢的 是比他年龄大的上层 就是构建了整个中共政权的上层的一切 那这些人是以具体人而出现的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有一种放毒的说法 我看到有一种报道 这个人对不起 这个人在推特上蛮有名的 他的说法就是 他的说法就是说 习近平故意以这样的方式发生之后 让那些老人死去 当这些老人死去的之后 不是使得他们的养老金 那养老金没多少钱 印钱就完了 养老金福利待遇的如何 而是兵器掉 没有任何人 有任何资本 没有任何人 有任何资本 跨越在习近平之上 因为死掉的 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 死掉的都是为党献出 整个终身的一切 所以你可以这么解读 按照那个说法 习近平有自己的私心 但是他的私心确实是 就是把整个中共政权 维护中共政权 缔造中共政权的 一个厚厚的一层面 完全给铲除了 完全给铲除了 所以他是铲除了 中共政权的根本基础 他的奠基者 那在现在死人的时候 是这样的 所以那个说法 我个人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所以这个场面 就是这个场面 我们引发出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在病毒 跟习近平的权力的交错的过程中 出现的客观反应 就是中共政权的簇拥者 完蛋了 我们去尊重他的客观反应 才跟大家这么分享 但是他又在很顾忌 因为习是王朝 不能被外国人看不起 所以又有他的说法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